好,这花莲县的疫情是持续的延烧 就有梅雨补习班的外籍师 疫调的时候否认到过奥斯卡酒吧 后来被追出隐秘足迹将开罚6万到30万元 同时花莲县政府教育处要求补习班要落实防疫的措施 要将定期进行记查 梅雨补习班的外籍老师确诊并隐秘奥斯卡餐厅足迹 而补习班也持续扩散疫情 学生、家长、妻人染疫 对于补习班确诊源头的外籍教师一度隐匿足迹 同时也让家人、小孩感染 卫生局将开罚 28327他的家人 28324他本身也是一个外籍老师 40多岁,心机值32.6 他本身就是我们的28327的爸爸 所以他的父子都已经有症状感染 那爸爸28324他本身有打过371秒 他本身也是一个特教老师 所以去了一些国中、国小都是他的工作地点 因此花莲县教育处针对了该案所感染的学校的停课与清销 避免造成学校也成为疫情的感染风险处 所有人员尤其学生的部分 一定要采食联制 还有量测体温 以及提供酒精等等消毒的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 另外呢 我们呢 也会定期的进行 机查跟督导补习班的防疫措施 尤其是在这段期间 会加强的派员去机查 花莲各地清销频率也越来越高 不管是校园还是大街小巷 因为花莲疫情持续升温 门语补习班的学生和家长确诊期例 及慈激医院的群聚感染有扩大趋势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